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且说到现在股市的上涨以及现在楼市的反弹 都只是一个暂时的行为 之后必定会有更大的下跌 那么其实对此观点我一直是表示不赞同 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过去半年中一直是看好澳洲股市的 那么其实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 其实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看股票一样 看澳元一样 有人看好那必定有人看跌 有人买入那必定有人会卖出 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有一些媒体我看到他们说到 是由于经济的下滑 这个没有问题 说到股市和楼市的反弹只是暂时的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最后衍生出来的观点是 你不能买房 也不能买股票 那能干什么呢 可以买他们的保险和他们的P2P私募 这个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妥了吧 对不对 如果你直接打广告 那也就算了 但是你不能把前面这个误人子弟的部分作为前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它的确是下滑 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下滑 股市和楼市就一定要下跌 可能咱们如果是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这逻辑没错 经济下滑那股市肯定跌啊那房价也肯定跌啊 其实不对 我们知道经济下滑了 政府和央行必定会采取新的措施和手段 来鼓励经济刺激楼市 刺激股市 之后呢在短期内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呢 这个反应的速度是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 我们也因此看到从6月和7月降息之后 其实楼市快速的反弹 股市也连续的上涨 但这个时候的经济数据其实还并没有好准 实际上它中间的延迟时间达到了3至6个月 也就是说 从发布新的政策以后到真正的经济数据好转 需要3至6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个时间中 我相信刺激手法刺激手段都不会从而停止 这就好比是我们是说 一个车夫赶着八匹马去拉车一样 你首先车夫得挥鞭子 鞭子挥下去之后呢 马要一起用力 然后才能把车从不动改为略微向前 然后缓慢加速 最终才能跑起来 那现在的鞭子呢 它已经下去了 马也在用力 在这过程中 车已经开始微微地向前动 这个时候鞭子绝不可能停 也不可能让马就此而歇息 要不然前面的努力就全废了 马又花了力气 车子又不动 鞭子又下去 我们说的这个比喻呢 就像现在的澳洲经济和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这整一个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政策会利好股市利好房市 从而推动了大家的信心 使得股市和楼市得到上涨 最终这些数据反过来帮助到了经济改善 所以说呢 我们要知道 虽然说现在的澳洲的经济的确是在放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央行 从政府不断的在采取各种的刺激方式 刺激手段 这些方式和手段都将会在至少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之内 帮助到股市和楼市的恢复和反弹 所以就算是我们是非常保守的做法 那么从六月第一次降息到十二月份之六个月时间 股市我坚信会有强劲的走势 那么在六个月之后 如果那个时候经济有所恢复 那么股市的走势将会延续 如果那个时候经济数据依然是停滞不好不坏 那么则需要央行再次动用手段来挥第三次的鞭子 好了再说第二个话题 我们知道呢 这个很多的毕业生也好 家长朋友也好呢 都会问到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我刚毕业了 那么未来我的在金融领域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呢 我到底做什么岗位好 或者说我是去银行好呢 还是证券基金 或者是去审计会计那边比较好 那边更有前途呢 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他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 因为什么叫前途好呢 你这个前途的定义到底是赚钱多 还是自己喜欢 还是自己的这个专长能得到最大发挥 每个人的定义不同 那我想说的是呢 对于毕业生来说 其实在第一年第二年呢 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 或者职业发展方向 这个是最重要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第一年或者第二年 你要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 而之后呢 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在这个澳洲大部分的老外公司 有一个专门的职位 中文呢 叫做管理培训生 英文呢 就是叫做呢 graduate program 它就是让毕业生第一年 能够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岗位 轮岗 在一年之后呢 由三个岗位的负责人和毕业生 自己双向决定 来决定自己之后在哪个部门就职 我觉得这个职位非常不错 就像是所有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第一年都会在不同的科室轮岗一样 最终大家通过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尝试 来了解到自己的擅长 这一点呢 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的 那也许有条件限制 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的 这个叫做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那也没问题 那么在最初的这一年 一两年时间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对于其他岗位的观察 和同事之间的交流 包括中午时间 可以出去吃饭八卦都可以 了解到不同岗位的需要 和他们平时的工作状态 从而呢 来推断自己 到底适不适合他 所以就像是在GoMarkets 我们高会呢 我们对于不同的同事 我尽量让他们安排呢 能够从事多个不同的职位 或者岗位体验 不仅仅是这个回答问题 解决客户疑问 更多的可以写分析报告 可以做视频 可以做网课 甚至于做面对面的讲座交流 那从而呢 在不同的尝试中 让他们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擅长什么 了解自己喜欢什么 以便于在一两年之后 他们做出职业发展的决定 我想呢 这个方式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所以呢 其实啊 这个别人都不了解你 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 在你工作一年之后 在你知道不同岗位的需求之后 你问问你自己 我喜欢这个什么 或者我擅长的是哪一方面 你如果能够更了解自己 我相信对于你之后的职业规划 也更有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想参加我们悉尼和墨尔本 线下活动的朋友们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在网上报名 我们在这个月底 分别是在悉尼和墨尔本 有两场不同的线下活动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